据媒体报道 9月2号印度政府以所谓有损印度主权与完整 印度国防、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为用 宣布封建118款中国APP在印度使用 然而令印度总理莫迪没想到的是 此次封建中国APP的行动 让一部分印度民众先感受到了疼 声称拒绝支持其对华强硬的态度 并要求立即恢复中国APP的使用 据悉印度政府宣布在封建118款中国APP的决定之后 印度网上讨论最多的话题成为了 政府封建中国手机应用后我们还有什么 一些印度网民指出莫迪当局接二连三的封建中国APP 致使手机里都没有可以使用的软件了 就连消遣娱乐都只剩下了刷重复的新闻资讯 更为极端的网民则直接在这一话题下 对莫迪当局发起了声讨 认为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迎合民意而拍脑袋想出来的 根本没有考虑到印度自身缺乏手机应用的现实情况 另有一部分人则呼吁莫迪当局放弃对华强硬态度 重新允许让中国APP进入印度的应用商店 值得一提的是 夜媒发现印度政府此次封禁中国APP 导致民众态度大变的转折点竟是一款吃鸡游戏 目前印度媒体在推特上发出的 为什么绝地求生被禁 让玩家们感到生气的调查问卷还在热搜榜上 其中回答的大多数印度人表示无法理解政府的封禁理由 首先封禁这款游戏的实现 正值印度为防控新冠疫情而实施封锁期间 许多事业人群将直播游戏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 现在封禁等同于断了这部分人的生路 而且印度根本没有这款游戏的替代品 或者是没有同等质量的竞品 导致许多人失去了防疫封锁期间 赖以消遣娱乐的应用软件 必然会催生普通民众一系列不满的情绪 除了质疑莫迪当局的封禁理由之外 还有人专门制作了要求莫迪当局解封绝地求生的海报 公开在网上和相关的政府网站上发起了请愿 不过印度民众所做出的种种解封努力 并没有受到莫迪当局的重视和受到回应 可以说基本上已经石沉大海 实际上封禁中国APP后 面临的困境就是印度拼命打压中企之后会面临的困境 要知道印度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依赖性非常高 几乎小到钮扣针线 大到工业机械设备都需要从我国进口 莫迪当局一刀切的禁止举措 必定会让印度企业的成本上升 进而阻碍到本国经济发展 现在莫迪当局不顾后果打压中企的做法 严重伤及到了中企对印度市场的投资信心 从长远目光看 中国资本和技术未来很难会选择进入印度市场 届时受莫迪当局打压中企之苦的最终还是印度自己